伊拉克總理阿巴迪說美國領導的對伊斯蘭國組織空中打擊行動非常有效 但伊拉克政府期待得到國際社會更多幫助 阿巴迪星期三在巴格達接受美聯社採訪時強調地面戰鬥的必要性 他說國際軍事顧問對伊拉克部隊的訓練需要盡快展開 阿巴迪說伊拉克缺少購買武器的資金因此在這方面急需幫助 美國總統奧巴馬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拉克 他在去年8月授權向伊斯蘭國擊進分子發動空中打擊